我想繼續跟你發生關係 不要停 一直繼續 陳北蔡康偶給親一下後去美國深造的陳牧 回台零星發展後一度轉行到寵物醫療檢測器材業務 陳牧的私生活則相當精彩 今年又交了新歡 是由情侶女王支撐的真靈 直接屁股但直接就是在外面 而這段讓陳牧肥出渡男的幸福戀情 因應你是個傷心的女人 天地有情人生無常 命運就像一張網 讓人爭不開也逃不脫 就是本開五日前拍到的賢女友趙雲 趙雲在2021被陳牧分手之後 戀愛鬧繼續毆斷絲連 沒想到對方竟然搭上大他七歲 經營情趣用品性感那一電商品牌有成的真靈 趙雲之前接受本刊約訪 回憶她如何一頭栽進陳牧的魅力之中 陳牧活潑幽默英文好 熱戀時當然開心 也會為了生活彼此打拼互相激勵 只是陳牧的情緒控惡問題 趙雲發現越來越不對勁 工作不順時會毆打自己 常連累到趙雲身上 少不了垂擊甚至拿手片的東西出氣 尤其重點是當陳牧怒火封心時 整個人完全變成那種恐怖陌生的模樣 留情不認到彷彿不同人格上身一般 最常更持續到兩天人消不了氣 陳牧也曾在爭執時對趙雲動手 根據本刊所收到的傷照 趙雲的眼睛不滿血 手也受到重傷 此外陳牧又有暴力回損加劇的證據 比如手機被炸 拿狼頭安全帽或吹風機控炸 哇 希望不是Dyson呢 還有整面梳妝台鏡子因此碎裂 另外有電擊、掐對方、路罵等情節 總是一切觸摸津津津 甚至鬧到警察介入 另外趙雲又透露自己在不想的時候 讓陳牧硬要得逞的不快經驗 由此婦科發言導致狀況不適作愛 拒絕後還是被XXX 金錢軟爛也讓趙雲頗有為辭 叫我外送、搭高鐵、返鄉 陳牧都開得了口 前前後後正式有轉帳的借錢紀錄 前後就有快30萬支譜 陳牧在口頭上對他極力貶低 或者甚至讓他拿刀釋除傷害自己 每次遭到言語或肢體暴力 陳牧只好道歉 陳牧以後會變更成熟 趙雲就會聽信並且心軟 就這樣來來回回 陳牧與趙雲之間的關係呈現鬼打牆的狀態 也讓他看身心科至今人需要用藥治療 劑量越來越重 真正死心是因為有其他網紅 向趙雲爆料前男友的種種風流韻屎 讓他聽到幾經崩潰 如今在看陳牧交心環 浪漫招數用盡全被媒體拍下來 勾起了他昔日創傷 趙雲主要希望未來不要再有更多女性受到相同的對待 自己如今已經走了出來 也煩心許多 本刊曾經形容陳牧 從零開始學習不賣弄藝人知名度 認真跑業務 越做越上手 他自己養了兩隻愛貓 對寵物很有愛 只是這一切在前女友趙雲口中 似乎不是那麼一回事啊 俗話說裝睡的人叫不行 有時候最怕裝睡的是自己啊 無論男女的世界上沒有無法容身的地方 自己就是自己的容身之處 永遠不必害怕一個人啦